香港岛西区日前发生冲击警方的非法集结 45人被起诉 其中44人被控暴动、袭警等罪名 一人被控一项藏有攻击性能弃嘴 案件7月31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一名被告未有道庭应讯 法官班下居不立 案件押后至9月25日再讯 其余所有被告获准保释外出 期间需遵守肖敬令 就7月28日在港岛西区发生的非法集结 香港警方控告44人暴动罪 并拆分三案处理 全部被告无需答辩 首宗案件 三人被控在德府道西近西边街一带 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三名被告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学生 第二宗案件 24人被控在德府道西近皇后街一带 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其中一名33岁男子 被加控袭击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 第三宗案件 17人被控在上环甘诺道中 及文华里交界附近 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其中22岁的甄凯英未有一时到庭 失去联络 法官班下拘捕令 并撤销其保释 除此之外 一名暴称住在香港中文大学 静文书院的24岁男子 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 及一致伸缩紧棍 45名被告中 年龄最小的是一名16岁女学生 另有13名17至28岁的被告 报称是学生 另外 有被告报称是教师 护士 飞机师 厨师 文员 技术员等 也有多人报称无业 警方强调 案件仍在积极调查中 不排除稍后会有更多人被捕 控方申请将上述全部案件 押后8个星期至9月25日再审 代警方进一步调查 控方提出多项保释条件 包括缴纳现金保释金 不可以离港 居住在报称地址 遵守宵禁令 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 法官批准44名被告的保释申请 除了个别被告因工作关系 在工作期间可获豁免宵禁令 或争许离港 全部被告均需严格遵守保释条件